你的名字是常見的菜市場名嗎? 有沒有曾經想要叫其他人通通改名的衝動呢? 前陣子,有一個叫 Josh Swin 的美國人 認為全美國只能有一個 Josh 於是他發起了一個 Josh 爭奪戰 只有贏家才能繼續叫 Josh 其他人都要自掏腰包、花錢改名字 從去年開始,他就刻意去臉書上 找同名同姓的人加好有約戰 結果這個超KAN的想法,在網路上傳開之後 超多的 Josh 都想要報名參賽 最後,主辦的 Josh 決定要放寬條件 只要是叫 Josh 的人,都可以參加 4月25號那天, Josh 之戰終於開打了 上百位 Josh 在某個空地上聚集 同一時間的網路直播,還有數千名網友在觀察 經過激烈的剪刀石頭布、游泳福利棒 還有超級大亂鬥等三輪比賽之後 這場比賽最後的贏家,是一個4歲的小男生 他還因此得到The Best Josh 的稱號 至於輸家,他們並沒有真的跑去改名 而是把這些錢轉成慈善募款 等活動結束之後,全部捐了出去 請求情供應付出 是不受理想的 我們可以的 3月